WOW! 涼浸浸啊 大二天使一起玩水? 很舒服吧 不過慢著 姐姐仔 站到這麼高 搞哪科 冷靜點 哎呀 原來不只你一個人人都是這樣玩 到處都是岩石影真牙煙 西貢四蝶譚更一成為熱門稀水勝地 每逢假日都聚集了四五十人 他們還表演危險動作 徒手攀石爬崖 這位男士示範什麼叫做反面教材 整個人打平地踹落水 見到都覺得好痛 他上水後還流鼻血 擔心傷到內臟 要直升機送他去醫院 也有人被山邊的尖石戒傷腳板流血不止 玩一下水 玩到出血感 又問一下附近的榮客怎麼看 因為那裡其實是一個跳水勝地 但過往都發生了很多意外 然後剛剛已經有個人跳下去 試一下跳 剛剛好像你說的 嚇一嚇我 哈哈哈哈 嘩 哥哥仔交足器又這麼鬼搓 不說以為是演員 其實除了西貢之外 在有天池之稱的大嶼山二澳水路槽 也有不少三點式美女玩水和跳水 而另一邊 畫面也十分豐富 嘩 是不是真人版 泰山 挺好伸手 有關注團體就說很少見政府部門 在有關的跳潭熱點度巡查 認為當局執法不力 跳水教練就警告 未經專業訓練不應該亂跳水 第一 本身環境不是設計給運動員跳水 或者做一些活動 加上其實也犯了政府一些條例 但在野外跳水最大的危機 第一 環境不適宜 第二 本身池水面也不安全 水底的環境更加可怕 因為裡面可能牽涉到有些水草 雜物 石堆 急症科專科醫生司徒敬浩 就形容跳痰如跳樓 可以導致腦震盪 內臟出血 甚至全身癱瘓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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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自為的 親自為是 靈體不關